说到龙年求龙子 但是很多的父母因为家庭环境养不起 因此不敢生孩子 造成台湾生育率低 政府也很伤脑筋 倒是可以来参考一下 在新竹华邦电子公司 他们的福利政策 在这个公司 员工只要生了小孩 一胎补助24万元 生双胞胎补助double48万 在这里工作的吴小姐说 真的生了不怕再生 手机里面都是女儿的照片 已经有两个小孩的田小姐 将其小孩满脸笑容 养小孩的压力在她身上 一点也感受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田小姐平常在新竹华邦电子公司 担任行政工作 能够对生小孩这么放心 就是因为公司补助生育 一胎就给24万 帮助非常大 尤其现在奶粉涨价这么多 光是奶粉跟尿布 一个月就不少钱 没错就等于奶粉钱保姆费 公司通通帮你出 怎么会这么好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就是要响应政府的 这个鼓励生育政策 那一方面也是说 提供同仁一些 更好的福利 来借由这个 来分摊同仁 养育小孩的一个负担 24万的补助 就等于帮你养小孩 养到四岁 难怪员工们都考虑 还要不要再生小孩 而且不是女性才能申请 这位曲先生同样也是受惠者 娇小一间办公室里面 大家手机里墙上挂的 通通都是小孩的照片 因为生小孩 养小孩 对于华王电子 2000多个员工来说 不辛苦 现在已经有70多个家庭 领到补助金 如果是双胞胎 一次还能拿两份 幸福指数看起来真的破表 记得张振英 卢森佑 新出报道